再來的話,我們剛剛有提到有關幾個重點 這個Format可能就有同學說,老師那你怎麼知道用Format 其實當然可能還是需要花一點時間去了解 因為我教過一個方法,就是說 你比如說想要知道VBA裡面到底有多少個函數 然後呢,這些函數呢,到底能夠做到什麼樣的功能 假設你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那你怎麼知道用哪一個函數 像Format你怎麼會知道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Excel裡面其實有提供一些 線上的算是電子書吧 不過其實甚至可以不用買書的 只是說你要知道一個功能 像Format好了,我建議各位可以記一下 有不要放在Format上面,按一個F1 就是你鍵盤上面左上角,第二個 就Escape旁邊那個F1 那F1的話實際上就有點像是Call Help 就是有點像把說明幫我叫出來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他就有幫你把 有沒有你油門要放Format,按F1 他就把那個Format相關的語法說明書幫你列出來 有沒有,只是說他當然 他寫的其實有一點是比較自視化的 也許你是初學者,可能會看得比較辛苦 但是他基本上給你的就是 等於是有點功能說明,一個說明書 所以其實我覺得也夠用了 如果你慢慢看懂,看習慣之後 其實大概也知道該怎麼去使用這個函數 那另外的話,如果你覺得你想知道更多 你可以看到,在那個說明裡面 你往上,這個是Format 往上一階,你會發現這邊有個函數 那其實這個是翻譯的問題 因為其實函式就是Format 我跟你講就是Function Function你也可以翻譯成函數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話 你可以點蓋觀 蓋觀的話呢 基本上有沒有 函式、蓋觀 這邊就是在VPA裡面 所有的函數 通通幫你列出來的 包含是轉換函數 數學函數、行別函數 有沒有一堆 那當然齁 如果你想要更精進的話 我是建議就是 可能還是要花一點時間做一點功課 就是說做一點筆 像我最早日 每一個都把它點開來 然後大概記一下說 每一個函數 它到底能夠幫我解決什麼問題 也許我現在用不到 不過我哪一天突然會需要用到 那我就來這邊找一下 它基本上會提供給你一些訊息 那你只要慢慢習慣 看懂它提供給你的訊息 包含就是 哪一個參數應該放什麼東西 那你給它 它應該有的東西 那就正確就可以run 所以 那這其實也有一點難度啦 不過我是覺得 至少是一個很好的參考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這邊直接把游標放在F... 有沒有 Format上按F1 然後它就會跳出這個 那你直接怎麼樣 這是免費的 它裡面內建的 蓋關就可以了 就是全部的 這邊就可以找到 當然它裡面好像還有一些 其他的電子書 包含什麼 就是一些參考資料等等的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也不妨可以稍微再看一下 大概是這樣子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我們基本上就是 把這個完成之後 就可以在這邊再增加一個按鈕 所以最後你們今天 等於是說 如果有一個作業練習的話 我是建議你回去 一定要完成到這邊 就是再多一個門號 也就是說今天 你回去確認一件事 你是不是能夠完成 像這樣的一個畫面 所以今天的功課 其實當然我理論上 在這個大學部都會教學生 教作業 但是推廣部說真的 叫你們教作業 其實也有可能會比較辛苦 所以你們可以量力回去 確認幾件 第一個 就是有沒有辦法 增加一個新的工作表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把這三個按鈕做出來 這三個按鈕都是自己寫的 也就是說你會在VBA裡面寫模組 然後並且產生三個按鈕 當我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它可以把資料清空 當我按下這個的話 它可以幫我輸出結果 是輸出公式 所以今天的重點就是這三個按鈕 所以回去的話 給各位一個作業 就是回去確認一下 你有沒有辦法把這三個按鈕寫出來之後 RUN沒有問題 那表示你今天的這個學習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你後面再去思考別的範例 比如說工作裡面 假如有遇到類似的狀況 那你有沒有辦法用按鈕的方式 去解決問題 所以後面再來 我們就是撬到另外一個範例 所以待會請各位幫我開啟 範例檔的開頭151 這個叫擷取瓜糊中至串這個範例 打開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範例的需求很簡單 第一個呢 當然裡面已經有公式了 請你把這個公式先刪掉一下 那原來的東西其實都讓你知道一下 這一題到底要做什麼 其實道理很簡單 就是A欄裡面呢 只要有刮糊裡面的資料 幫我把它放到B欄裡面就OK了 但問題就是說 它有一種狀況就是有刮糊跟沒刮糊 第一個 如果有刮糊抓資料 沒刮糊就保持空白 OK 那刮糊裡面的字數呢 它不是固定的 不是說都五個字 如果都五個字還好 但它不是固定長度的時候 哇 那就麻煩了 所以如果不是固定長度的話 那我怎麼知道 我應該 刮糊裡面需要有幾個字 哇 那就麻煩了 所以喔 當然上面有答案 你先不要看 不過我跟各位提示一下 總共呢 會需要用到 幾個函數啊 第一個函數是用Find 第二個函數是用Mid 第三個函數是IfL 總共這三個 也就是說 請各位想想看 當然如果是將來 會不會你們參加考試 不過你們應該不會有這種機會吧 除非你要跳槽 換到別的地方 它需要一次有這個專業 然後它就給你考試 考試的話 可能就出這一題 請問 如果要把A欄的刮糊資料 抓到B欄 請問要用哪些函數 當然它可能會提示 Find Mid 跟IfL 那請問 該怎麼作答 那這個最後 所以第一個 我們這一題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什麼 函數 所以喔 你用什麼函數 OK 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的話呢 也是跟前一題一樣 你把這個複製 Ctrl鍵按住 拖拉加Ctrl鍵 那這個的話就是聚齊 也就是說如果你做完之後呢 當然你希望說可以按下按鈕 自動完成 你可以用聚齊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VBA OK OK VBA的話就剛剛那三個 一 按下去自動把剛剛的公式填到這裡面來 然後一個清除 那一個就是說呢 不要填公式 而是呢 先處理完之後 再把瓜糊的資料直接填過來 OK 那這個該怎麼做 請各位呢 也許先把剛剛這一題先完成 完成之後呢 我們再來一個變化題 所以其實概念跟這一題還蠻像的 只是說又換了一個題目啦 最好就是說 可以的話你們可以找一下工作上面 有沒有類似的案例 有的話反正就做啦 就多練一集就對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